民进党当局于2021年强行开放 和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 因台湾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 连续两年美猪进口量大幅衰退 诡异的是今年5月 民进党当局出台猪肉进口补贴方案后 美猪进口量突然暴增 但市面上却几乎看不到美猪 疑似被改标出售 国民党方面批评 民进党当局当年曾承诺严格把关美猪进口 如今却连产地标示都能作假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表示 数据显示 今年台湾从美国进口的猪肉总量 已达1万多吨 尤其是5到10月 美猪进口量暴增 是因为台续产会砸3亿元新台币 补助猪肉进口 每公斤进口猪肉补助6元新台币 5月到现在才10月 4个月竟然增加了差不多快1万公吨 因为补助了每公斤6块钱 大家就拼命进口 更可恶的是什么 你补助了他们 每公斤给他们6块 结果他进来的美猪改产地 洗产地给大家吃 国民党民贷疑 台湾进口如此大量的美国猪肉 但市面上却几乎找不到 恐怕都已被改产地出售 那到底美猪在哪里 没有人在市面上买得到美猪啊 是不是都被洗产地洗掉了 剩下还有那么多几千公顿的美猪 现在流向不明 或是我们根本消费者 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国民党方面批评 民进党当局2021年强行开放 含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 曾承诺严格把关 但现在连产地标示都可作假 民进党就是食品安全最大的破口 我们进口猪肉里面 高达13%是从美国进口 当时肖基会在问你的时候 你不敢答这个数字 进口的这些美国猪里面 三千多公顿是内脏上官 让大家知道他的莱克多巴胺的剂量 到底符不符合我们现在 至少最新的标准 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呼吁 民进党当局应全面清查美猪流向 重新检讨进口猪肉标示